以下去到題目B 2 3的部分 講到兩個帳戶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和Baddesk 外賬準備和壞賬 留意一下 如果我們考試見到要處理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這個數件基於Trade Receivables應收貨款 當我們做整條題目遇到任何調整影響Trade Receivables 我們都需要在Allowance反映 在近年來說2020年的DSE已經比較深入地考過這件事 大家必須注意 回到這條題目 我們看到最明顯關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的地方在第8項 他是這樣說的 在1月1號的時候 這個外賬準備的餘額是3100元 來到2年尾 3月31號貴到尾 有個Aging Schedule 將零分析表給我們 分別對於少於31日的應收貨款 計2%的估計外賬 如果欠款超過31日就會計10% 最簡單大家就會想 兩個數相成就行 但必須要想回 整個做題目過程中 這兩個數Trade Receivables有沒有受影響過呢? 先看看下面一句 在準備上的Agent Schedule 之後 Aftar 即他未改 有一個客人 在1月1號的時候 找我們買過3900元的東西 他今天就破產了 我們就決定在3月31號的時候 然後是Write off紀錄的懷賬 好了 先反映這個 他在1月1號買東西 現在是3月31號 即他的欠款已經超過31日了 所以我們會在Trade Receivables 這個位置 4萬的位置 減回3900 然後我們要重複看看 上面的東西有沒有影響Trade Receivables 很快就立立了 Item 1 只給資訊我們沒有影響 Item 2 提到存貨 2 括號 1 的時候 他提到 我們有一個消貨 按Sell or Return Based 銷售的方式 但我們就 Recorded as Credit Sales 按3月22號 但我們留意3月31號的時候 客戶仍然確認會退回貨 不要 換句話說 3月22號 Recorded as Credit Sales 是一個錯誤來的 如果你有錯誤跟證 全貨界值都知道怎樣改 我們要做 Credit Trade Receivable 特別Sales 只叫消貨 太叫應收貨款 那時候我們記錄了多少錢 32400 所以我們是有做過這樣的調整 我們只要問 這個應收貨款什麼時候記錄 是在3月22號的時候記錄 即是少於30日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在這裡改回 即是說70400的數字都不對 因為我們要減走做錯的32400 才可以得出正確的數字 再看看上面還有沒有其他改過 Receivable ITEM 2 不關事 ITEM 3 LCNRV 調整 我們的分額是 Credit Inventory Debit 了 Cost of Goods 太基存貨 或是幾個消貨成本 都不關 Receivable 事 第3項 給了 Balance 給我們 沒有說改數字 第4項 Band Statement 時 有 Cash Sales 不關事 客戶交來支票 這個 只是在今年的季度中間 我們做過 例如 Bank Credit Trade Receivables 遮機銀行存款 貸機應收貨款 對於年尾的 Balance 季美 Balance 都沒有影響 給錢給 Suppliers 沒影響 Item 5 燃銷 沒影響 第6項 Trade Payables 第7項 Trade Payables Purchase Allowance 換句話說 所有對 Receivables 有影響的項目 都小心篩查了 我們現在做第2個步驟 我們去計算 我們計算 Balance of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 On 何時呢 31.03.2022 我們可以分開兩個部分計算 首先 Less than 31 days 的部分 本身是70400 調整需要減走32400的改正 乘2% 然後 40,000 有一個人破產 減 3900 乘10% 兩者去做回加數 我們看看 70400 減32400 拿2% 760 40,000 40,000 -39,000 拿10% 3610 總數 4370 然後我們需要用Tier Accounts 反映上述發生的事情 在這裏大家可以溫溫書 看看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這裏大家可以怎樣做 考試的時候我都會特別留意 如果用英文考試的話 究竟是寫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或Allowance for Doubtful Desks 中文同學就可以避過這個問題 因為中文只有一個稱呼叫做外障準備障 這個賬戶是一個contract asset資產對銷 意思是 它的增加減少方向和assets剛好相反 增加右邊 減少在左邊 所以 在年頭 Balance Broaddancing 上結餘 會在賬戶增加的一方 當時 3100 下一件事我們需要處理的就是 首先問自己 今季有沒有任何壞帳撇銷 即是有沒有人 是declared Bankrupt破產 有的 有的時候 我們會credit了Trade Receivables 泰基英收貨款 Debit of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借記外帳準備 這是第一個處理 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落回Balance Carry Down 預額轉下 看最後的數 4370 整條顏色就在上面已經寫了給你 雙方 我們最後會做一個結評 Balance出來的數字 會記錄為一個 費用或者收益 而這個費用或者收益的名字 叫做 Batdance 壞帳 左邊雙加8270 Balance 5170 會記錄做 Batdance 壞帳 好了 我們要處理了 Batdance 是B3 你看到的1分是正常的 因為也非常少工作 你記住 Batdance 對上 上面Balance出來是Credit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5170 所以落到是Debit Entry 借機外賬 太機公外賬準備 對方賬戶名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外賬準備 一期2022年3月31日 這是一個Nominal Accounts 虛賬戶 它需要做一個最終結算 進去Profit and Loss 選益賬入面 所以左右兩邊是會平衡 我畫一個箱底線給它 來到這裏整個B2、B3的部分都完成了 特別提多次大家 每次做Allowance的時候 必須去數清楚有沒有Trade Receivables的項目受到影響 計算清楚後才計算Allowance的數字